三中全会落幕 国际经济学家表失望 在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落幕后的一天 中国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强调这次会议明确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但是国际经济学者对提出的政策普遍感到失望 备受外界关注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本周四落下帷幕 中共当局本周五 7月1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本届三中全会的结果进行详细解读 介绍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决定 根据说明决定起草组长为习近平 总共分成15部分60条 包含300多项针对体制 机制 制度层面的改革措施 出席记者会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介绍 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未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多年来畅好中国经济的前摩根士丹利亚州区主席罗奇 Steven Roach日前撰文指出 乍一看三中全会似乎取得了成果 最终公报列出了300多项改革建议 涵盖了广泛的领域 从国有企业土地政策和对外贸易到投资改革环境和社会福利政策 他写道 改革的实施令人失望 三中全会未能兑现其最大的承诺 让市场在引导中国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相反 习近平治理的是一个日益由国家主导的体制 罗奇补充表示 西方的中国观察家对此次中共三中全会 能够为未来几年重塑发展方向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副研究员 前瑞银集团 UBS首席经济学家乔治 马格纳斯 George Magnus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目前仍不能从此次三中全会 看出重大改革的迹象 他说 我认为人们正在等待更多细节 但目前我猜测 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失望的气息 中共没有对消费需求 或可能解决中国系统性经济弱点和问题的政策 发表任何令人鼓舞的言论 另外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前委员使监道 Derek Caesars告诉本台 他一开始对三中全会不抱任何期望 而会议结束后 亦不能从中看到任何成果 三中全会没有宣布任何有意义的转变 他说 房地产泡沫将继续缓慢消散 虽然不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但会长期损害经济增长 也没有宣布任何重振经济增长的政策 而是旨在更好地治理中国现有的经济形势 事实上 在新闻发布会上 中央裁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 罕见直言承认 中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挑战 他说 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 一些企业经营困难 一些地方财政困难 表明我国经济恢复还不够强劲 不同地区 行业 企业之间存在分化现象 针对地方政府和基层财政困难 韩文秀说 要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增加地方自主财力 拓展地方税源 提升市线 财力同市权相匹配程度 适当加强中央市权 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 不得违规要求 地方安排配套资金 要研究同心业态 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针对中国岌岌可危的房地产危机 韩文秀乐观表示 当前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 发生重大变化 但市场仍在调整中 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仍有很大空间 对比决定和中国面对的经济问题 罗奇强调 除了房地产危机 和沉重的地方债务 中国还必须应对 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遏制压力 中国领导层往往承诺过多 中国的三中全会 长期以来一直讨论治理问题 这次也不例外 对习近平来说 通过中国治理革命 巩固权力 仍是最高优先事项 而且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 他强调 中国经济必须做出 消费主导的结构性调整 但这只有在早该进行的医疗保健 退休和户口 制度改革的情况下 才能实现 史建道强调 三中全会的结论 展现的是领导人的选择 他解释 中国经济并未处于衰退 因为增长仍在持续中 中国经济至少在房地产泡沫 完全破灭前 将维持这种状态 尤其是考虑到 中国劳动人口的萎缩 他说 中国经济明显疲软 但政府优先考虑的 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安全 而不是繁荣 这是一种选择 而不是失败 马格纳斯则认为 三中全会后 政府提出的政策 和实际经济问题 存在严重落差 中国确实在努力 应对一系列影响其增长 家庭福利和就业前景的问题 但发布的 政策根本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 三中全会的声明表明 政府既不承认责任 也没有计划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 他倾向认为 也许中共下一轮公布的文件 会阐明任何重要的新内容 只是他也警告 如果尚未宣布的 更详细的政策措施 不能纠正这种印象 那我们可以推测 中国经济将继续陷入困境 而这也可能产生 重大的地缘政治后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金伟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est deep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聊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结果 看来国际经济学家们都对这次会议提出的政策感到失望 虽然中国政府强调了许多改革目标 但在外界看来 这些措施似乎并没有触及实质性的改革关键点 比如市场在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 罗奇和马格纳斯等学者指出 三中全会缺乏重大改革的迹象 而且政府的声明也未能鼓舞市场信心 反而很多人觉得这次会议只是重申了既有的政策 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新变化 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 比如有效需求不足 企业和地方财政困难等 政府依然未能提出具体且有效的解决方案 那么究竟中国的经济未来会如何发展 是否有可能在下一轮政策公布中 出现更有力的措施 这都是我们需要继续观察和讨论的问题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轻松愉快的分析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讨论 记得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